人马健康 没对不慌 再来九哥 上期有小伙伴评论说能用单把栓菊吃鸡吗 我的答案是不能 但是可以挑战喷子加栓菊吃鸡 至于单把栓菊啊 我们就在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尝试的好吧 嗨局落地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防具手雷还有绷带 烧火柜98k 这来的似乎点轻而易举了吧 喷子加98k全部到手 但是高背镜在哪 我忍不住用一句歌词代替此情此景 哎呦 发现饱了 三一甲背镜同时出现 虽然是四倍但了胜于无 马罗对面MC62击杀一人 楼下也有脚步 他想上来 贵贵 这不死啊 他没冲我 铲崩带的声音果然是在加血 下来却没找到 脚步撑在上面 原来没下来 扎根针保持最佳状态 然后上去灭了他 这挑战怕不是要失败啊 喷子假的吧 三喷才打赢 盒子倒挺肥 有八倍镜 还不错 刚才还有其他枪声 好像那个MC62又杀人了 哎 再舔包 掏出98k 切出八倍镜 妙哉呀 我来看看铁那么专注 到底是他手速慢 还是盒子肥 哇 果然盒子肥呀 前面山头有个M4枪声 皮卡托霸主 过来会会你 双方还没开打 小待机先入场 先行抢下这个人头 对面迟迟不肯露面 原来在丢手雷 既然这样 我也只好用同样的方式 围禁给他 同样没有炸到 怎么开车走了 移动车辆比较难打 不像真的走啊 可能是拉枪线的 还真的是 在前面石头边 仍然是老样子 就是不肯让我一堵方容 往后面斜坡退一下 出来了 貌似透明墙 看到打不到 真的是 开车又回来了 上坡路想撞我很难 随后又是一波斗智斗勇 但最后还是要一站的 开车跑来跑去好玩吗 一喷解决的事 在这耗了好几分钟 追空头路上 发现前面有个人 开到他旁边去 再下车与之掰头 想冲过来 干脆直接出击 完了 听到不死 疯狂走位 两把枪膛都是零发子弹 差点就要凉凉 吓死我了 打个小待机 压压惊 迎面开过来亮皮卡 不着急 先把我的满血 复活针扎上 掏出686 还不走 谁给你的勇气 哎呦 感觉真的要被碾到 有惊无险 安全区刷在了电站周围 突然发现一人 二话不说 碾了他 车速太慢 迅速下车 只要中一枪 就秒杀 这才是我认识中的喷子 小鱼头显示 前方有微弱的车标 八成是进圈的 看会不会路过 下车了 隐蔽自己暗中观察 等他不动 一开始 我只顾着看你 装作不经意 心里飘过去 海浅西 你没发现我 躲在角落 被发现了 直接冲 第一发就将其带走 看来我的喷子 彻底好起来了 安全区再次收缩 毒压电站里的人 右边又把M24 爆出了击杀 还剩下两个对手 之前电站里 是发生过战斗的 终于啃出来了 一枪 两枪带走 还剩下最后一位一 终极对决 我这个战头 very good 不知道对面 躲在哪个高拉脚 原来在这里 一枪三级脑壳 他也深受重伤 想必没空打我 趁机向前压进 看到他了 应该疗伤完毕 再吃我一枪 哎呀 后退拉栓 他已放弃躲避 要和我应对 我的贵贵 这是烧火棍吗 咋变得好用了 OK 今日份挑战任务完成 你有想看的挑战 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别忘关注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